繼續來看 董布保護法最近頂的習慣 不過農委會 反對跟劉農董布 加進這個董布法的定義 引起董布團體不斷 因此適合沒有使用這個農委會抗議 因為一直等不到官員出面來回應 民眾是去自己弄大門 有很多時間健康無法衝突 現場幾百民眾 走去農農委會 抗議農委會 作動跟劉農董布加進董布法的習慣 董布團體要求要進入農委會官員 但是說不可以進去 因此就更慌 發生衝突 董布團體的批評說 農委會副主委人在行政 但是說不允許對待民眾 因此希望在董布法裡面 增加努力動動部的專制 提供釣告的行政 用釣告的方式來解決這問題 但是農委會 說只想要用菩薩來做解決 動保法13年來 因為法律的無效 法律的錯誤 造成有103萬隻的狗 淹死在收容所裡面 現在應該是修法的時候了 如果再不修法 我們的貓狗會一直被撲殺 民眾控制過六次 農委會總算出品回應 各位的意見我們會做通盤的考量 那當然也會在立法院的審查的過程當中 表達我們行政機關的意見 現在農委會表示 會聽出董布團體意見來追討論 後禮拜三 李華營會跟審查董布法 董布團體現在就放掉 如果中共流動動部無法 他們會採取更強烈烈 控制的行動 記者總括報導 再見囉 再見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